任何運動要吸納人才 要由清訓做起 場地是另一個元素 香港要發掘冰枝嬌子推動冰球 流動的仿真流冰場相信是一大飛躍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花一百萬港元 打造第一個仿真白色之城 位於東涌一間小學禮堂 今個暑假給青少年免費學基本功 場地拆得又裝得更適合香港人 跟機打得不太好 希望將運動帶到香港的多些人參與 所以就開始做冰球訓練學校 也希望社區多些人可以參與 不只是比較少人參與 達到現在將運動 由之前五百多人到現在已經過千個球員 我們希望藉著仿真冰這個新的嘗試 將運動參與的人更加加大 54歲的Berry Back 在國際冰球界享負姓名 是加拿大國家隊前隊員 有豐富的NHL經驗 亦入選卑斯省冰球名人館 找他來指導香港運動員 跟機無論如何都摘得穩 五個場雖然搭出來 但用的物料是高密度的聚粹氣 核行起來十足十雪地地板 而這個冰場暑假後就會拆 搬到香港不同地區 撐出來 我認為一個最大的挑戰 在香港是得到 正確的設施 和健康健康 那些是兩位主要的主要 將會進展進去 未來的好訓練 雖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沒有 設施在香港 我們沒有設施 我們有很多設施 我們有很多設施